林志堅不要再凹了 因为事情只会越拖越难看 可是你不要来污染学术的领域 把自己的人设设定成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现在人设崩掉了 林志堅当然应该要退学 诚信比学历还要重要 那至于陈明通 显然是已经是惯犯了 应该要直接开校品会 辞掉他所有身上的教职 这不是查林志堅一个人就结束了 当然我们帮台大点赞 林志堅他可以去提术院 那我认为这个行政救济的这个程序 林志堅不用再走了 因为事情只会越拖越难看 让政治的归政治 让学术的归学术 因为学术追求什么 学术追求的是真实 政治追求的是权利 你可以尽力的在你的政治的这个场域上面 去追求你想要的权利 可是你不要来污染学术的领域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提出两个呼吁 第一个就是林志堅不要再凹了 你应该就自己怎么样 自己出面道歉 面对这件事情 那你的政治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以诚信来要求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林志堅当然应该要退选 然后现在还没有到正式登记的时候 民进党应该要换人 其实民进党内部确实有这样的声音要换人 结果扛不住就是蔡英文一个人的意志 就是决定了他在后宫选秀 就是他没做党内的初选的结果 然后出了事情之后 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 不是 就让陈明东出来凹 让林志堅继续凹 然后本来民党内部的讨论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说要换人 结果他一个人坚持不要换 然后林志堅也一样把自己的人设 还是设定成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是一个社会精英 你不需要这样子 你可以从小是个Tit的话 你可以是一个很草莽的不念书 可是你很奋力向上 力争上游 你一样可以重振 你把服务做好 所以他现在人设崩掉了 那至于陈明通 我认为他必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应该要辞掉 他的这个国安局局长的这个位置 真的是不试任 再来他应该要主动辞掉 他所有身上的教职 他也不试任 再去担任指导教授了 然后台大应该要针对陈明通 他曾经指导过的所有的论文 应该要全部掉出来看 173个学生 这些论文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要全部掉出来看 这不是查 你之间一个人就结束了 事实上今天记者会也有记者问 就是那关于陈明通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他说确实学校接到了很多针对陈师的检举的这个资料 我们也会接着后续还要继续处理 光是一件事情就足够了 何况检举函如雪片般飞来 讲的不止一个案子啊 所以我认为说台大应该要就173份论文 全部都要查看过 然后有资料的人应该都要写检举函 把资料提供给台大 由台大来做彻底的调查跟决定 这个不只是台大自己要醒门风的问题 包括国发所 这个所要不要长长久久走下去 还是你干脆厕所算了 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啦 因为显然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林志坚的问题上面这样处理 在于正皇的问题上这样处理 陈平通显然是已经是惯犯了 所以在173份论文 我们现在有合理的怀疑都有问题 那至少我们已经有人比对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有五份以上的论文 题目近似 内容可能都有一余多吃的问题 就这已经很明显的证据的部分 应该要直接开校品会开始再处理吧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用幼稚园的学历 来参选这次的台北市长 因为真的 诚信比学历还要重要 我们还要迷信学历吗 你说我们今天要参选要重振 所以一定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 学民必须要突破这种迷思 然后候选人要突破这样的迷思 诚信真的是重振的 唯一的要求的品质吗 请不吝点赞 读新闻